你虽然说南方的超市很小 但是南方买东西是真方便 但是那种在家户户都恨不得 就是随便织点摊 然后弄个小上铺什么的 买东西最方便 基本上200米范围内 你生活所有东西都能买着 就是很多小摊 买菜买什么五斤产品 就是这么比如说像上次缺了电池 有时候需要换个灯管灯号什么的 都能买的 北方的话 尤其北京是那特别明显 那就是以前的房子都是住宅属性的 没有多少给商铺留商业空间的属性的房子 然后就全是靠一层临街的住宅拆枪打洞 所谓拆枪打洞就是指 本来是一层临街的房子 是个住房 这是个板房 然后它性质是住宅的 但是它一层的 如果又临街 就把它临街那边墙给走了 砸掉 变成一个大洞 就直接变成一个临街的商铺 这样的其实房子是很危险的 因为人家房子本来没设计成 让你可以把这边墙砸掉的 但是架不住利益嘛 它这样子弄成商铺 比它弄成住宅属 可以去房子多好多 然后最恐怖的就是一整条街的邻居 家家户户全都把自己那边墙砸了 就是弄商铺 这个其实因为以前的楼都不高 都是六层以前的小板楼 然后如果要结实点 反正它一吃半口是塌不了 但是以前不就有那种上新闻的嘛 就是它底下拆了 想要上面还加建 它那种是农民宅基地 自己建的自己的房子嘛 就是它可能原来是建个两三层 一开始后来有利益大 就想把它在加建几层多租出去多挣钱 然后就在上面还加 底下还砸 底下开城东墙 上面还加盖 加盖 你这个东西一般政府很难管到来 因为它可能盖的话 那个速度很快 就差不多完工了 就跟那个围张停车一样 大街小巷那么多 也很多还短不过来 然后但是你要是时间长了 有可能影响特别不好的 可能会有人管管 反正就是后面就有过 印象里有过 那个新闻里就是出过这事 哎呦 特别差了 反正就是那个房子就塌了 砸死好多人 感谢您的选手 好 感谢您的选手